最典型下面这个国家 那是世界超级大国 建立那是费尽了千难万险 历经百年 但是 一总统上台后 仅仅用了六年时间 就将其彻底毁灭 国家直接分成15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苏联 说到苏联 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其伟大 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领土 拥有近3亿人口 比美国还多的核武器和军事 在二战力挽狂澜 打败德国 冷战时期 控制华约 震慑世界 那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超级大国 强悍到极点 但是 苏联的建立那真是千难万险 在20世纪初期就不断酝酿 历经无数牺牲 才有了1917年 十月革命的胜利 打了长达几年的内战 付出惨重代价 才打败沙皇势力 此后更是世界十几个列强 干涉 联合绞杀 但是 苏联还是挺过来了 此后历经二战 一名惊人 整个过程 苏联死亡人数多达几千万人 那是用血堆积出来的国家 而且此后历经斯大林时代 赫鲁晓夫时代 勃烈日灭夫时代 历经近百年时间 才有了冷战时期强悍的苏联 世界超级大国的苏联 可以说 苏联的建立那是真不容易 强大起来也更加不容易 但是 这么不容易的苏联 毁灭起来却是异常的简单 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 在1985年 戈尔巴乔夫上台 这位总统上台后 例行改革 本来还以为是一个挽救威王的中兴之主 但是 其改革直接朝着要苏联命的方向而去 其学习西方 不断搞市场化 自由化改革 加大地方权力 同时削弱领导力 而地方权力有了 也有实力了 那立刻就开始搞独立 要自己发展 因此开启了解体的进程 首先是波罗的海三国 接着是东欧 高加索 中亚 不到六年的功夫 国家土崩瓦解 彻底消失 而建设苏联 前人可能花了百年时间 但是毁灭起来 戈尔巴乔夫只用了创世纪的六年 而且在六年就灭了一个 美国和西方联合起来 半个世纪都灭不掉的国家 堪称打破世界纪录 为此后续西方还给戈尔巴乔夫 颁了一个奖 以表彰他的功绩 现在很多人都不理解 戈尔巴乔夫为何要这么做 很多甚至说是故意报仇 因为戈尔巴乔夫小时候 最亲爱的外公 爷爷都受到苏联的迫害 所以他要报仇 这种说法已经无据可考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害了国家 也害了自己 最终堂堂世界大国总统 晚年却是穷困潦倒 凄凉无比 这也是活该啊